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一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ght 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然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ght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2023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即可享半價優惠 優惠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今日記第一單國際新聞 世衛組織宣布結束新冠疫情緊急狀態 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結束新冠疫情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這表明現代史上最致命和最具經濟破壞性的大流行病之一 正在消退,因造成新冠疫情的疾病已成為一種常見疾病 WHO週五說,新冠病毒將繼續存在 但不再像以前那樣造成一波又一波的住院和感染病例 因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已經建立起對該病毒的免疫力 曾為WHO提供諮詢的喬治城大學奧尼爾國家 全球衛生化研究所 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 By Georgetown University 主人Lawrence Guston-Yuert WHO此舉不會導致政府提供的資金或服務發生變化 但它標誌著一個期待已久的旅程碑 是在經歷了三年多的悲劇和貴罰之後 表明疫情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的最明顯跡象 之後是第二線國際新聞 螞蟻集團金融牌照審批因中國監管體系調整被擔閣 據知情人士透露 由於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重組 中國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 轉型為一家全面納入監管之下 公司的進程受阻 在螞蟻集團原計劃於香港和上海進行的大規模IPO交易 被中國政府叫停後 該公司於2020年底開始進行全面整改 螞蟻集團是一家移動支付供應商 曾經是全球最有價值的非常事公司之一 自那以來 螞蟻集團對其商業模式和公司治理進行了整改 並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全面遵守中國的金融法規 中國億萬富翁馬雲、Jack Ma 也將放棄它對該公司的控股權 最初正是馬雲的言論 引發了針對該公司的監管風暴 一年多來 螞蟻集團一直在等待中國政府對該公司整改的批准 螞蟻集團整改的最後一步是獲得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這將使該公司接受類似於中資銀行業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監管 據知情人士稱 上述牌照由於中國一個新金融監管機構的設立而被擔角 螞蟻集團這一計劃需要得到這個新機構的批准 知情人士稱 在過去一年裡 螞蟻集團的高管們一直在與中國央行和中國銀行保險監管管理委員會 簡稱銀保鑑會的官員 就螞蟻集團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請進行磋商 知情人士還稱 螞蟻集團已經提交了相關申請 而監管機構在早些時候已經接近於正式受理申請 在中國政府部門接受這類申請通常被視為一個明確的訊號 以美住申請將會得到批准 先前中國宣布將左現有銀保鑑會的基礎上 早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高层仍未拷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领导人选 而且他们还在考虑 这个新机构下属的不同部门的人员配置 以及中国央行的那些员工将被调派到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任职 据上述致情人士称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 在那之前 蚂蚁集团的金融牌照申请将一直处于代办事项状态 他们还与蚂蚁集团的申请受理可能要 等到今年下半年或更晚的时候才能有进展 此外 蚂蚁集团在获得金融牌照之前 还可能被处以罚款 知情人士说 有关罚款的数额和依据都还在讨论中 最后一笔国际新闻 厂商想对中国去风险 看看三星是怎么做的 去风险是描述西方政府对华战略的最新流行语 虽然听起来没有脱欧那么野心勃勃 但其基本思想是相似的 减少对中国制造业 尤其是对关键技术产品的依赖 在地缘政治和商业需求的推动下 这一趋势似乎可能会进一步升温 就连中国制造现象最明显的科技受益者 苹果公司 也开始更积极地推动其供应商 转向引渡和其他替代市场 然而 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 退出中国制造 实际操作过程也是任从道远的 幸运的是至少有一个出众的例子可供借 一个高科技大佬 已成功将大部分生产设备迁出中国 那就是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竞争对手 全球电子巨头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目前在中国仍有大量业务 包括关键的存储晶片业务 但从员工人数上看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在逐步撤出中国 根据三星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3年该公司在中国又超过6万名员工 但到2021年 这一数字已降至不足1.8万人 三星电子在2019年关闭了期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智能手机工厂 其他亚洲国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是一大有因 但地缘政治因素很可能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2016年和2017年 由于韩国计划部署美国的高科技飞弹防御雷达系统 中韩两国陷入了一场重大外交争端 近年内 中国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取了脅迫性经济策略 在这种策略的早期预演中 中国有效逼使韩国企业集团 乐天集团Not Group出售了其下中国超市业务 并限制了富汗旅游 如此一来的一个结果是 当苹果公司和其他大型製造商正日益加大 在越南和印度的考察力度之制 三星电子已在这些地方尽先机 要在中国以外地区复制中国规模谈何容易 例如 越南有大约1亿人口 而中国近广东省就有超过1.25亿人口 考虑到这一点 三星电子的先人一步 可能使其多了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 三星电子目前是越南第一大外国投资者 去年三星在越南出口总额中的比近五分之一 该公司还在印度逃入巨资 据摩根斯丹尼·摩根斯丹尼的数据 三星智能手机产量中 约20%至30%来自印度 这家全球最大智能手机製造商已成功退出中国 这一事实可能为其他寻求去风险的公司提供一些安慰 但是三星电子的成功亦与一些市场因素脱不开干系 比如在苹果公司身上恐难复制的因素 本世纪头十年中期 三星电子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受到冲击 来自小米Lami等中国公司的激烈竞争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公司生产可与三星产品比美的Android系统智能手机 而且价格亲民 另一方面 三星电子是印度和东南亚最畅销的手机品牌 这意味着该公司可以在这些地方生产并买出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 考虑到苹果公司手机的高价位和对高端产品的侧重 该公司可能很难实现这一点 尤其是在对价格敏感的人道 对苹果公司和三星电子来说 另一个问题是 即使小型电子产品的最终组装被转移到中国意外的地方 各厂商仍将依赖中国的许多供应商 在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期 三星电子与发现自己在争夺突然期缺的中国零部件 近年内 中国供应商已迅速向价值连商游移动 现在也生产许多高科技电子元件 三星电子在迁移智能手机业务方面的成功具有指导意义 但它也有一个主要的先发优势 以及适合低收入亚洲国家的产品组合 其他公司现在将尝试追随三星的脚步 至小视部分效仿 但对于苹果公司和其他许多顶级製造商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在全球供应年中的重要性将止升不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